现逃分市公办名幼儿园 16年前委托财团法人 唐葫芦文教基金会经营 目前园内有183名幼儿 28名员工 但日前基金会因为财务问题 被法院公告解散登记 导致幼儿园被撤照 师生非常错愕 家长也是措手不及 担心小朋友没有地方可以上课 对此县府回应 会协助安置 把伤害降到最低 小朋友拍拍坐吃点心 但未来这场景就看不见了 苗栗县投分市公办名营幼儿园 16年前委托财团法人 唐葫芦文教基金会经营 结果基金会财务问题 被法院公告解散登记 幼儿园被撤照 园内有183名幼儿 只能上课到4月30号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有不能接受 小朋友会问说 我还想要读我自己的班 为什么不能读 可是会很生气 怎么说 因为财团法人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上课 家长被孩子追问 有点心疼 因为就算有学校 孩子还要重新适应 实在愤怒 园内的28名员工 也是这个月11号 才接获消息 措手不及 董事长跟我们宣告 到4月30做之前的时候 我们是抱着流眼泪 园长更是舍不得 办学这么多年 幼儿园没了 幼儿安置 员工失业都是问题 把可以安置的一个 费力跟公佑的一个名额 那已经提供给 头份施工所 那请各位家长放心 我们提供的名额 绝对是足够 苗栗县教育处表示 幼儿园附近原所 可以提供超过200个名额 供家长选择 老师员工部分 也会协助转介 公办民营幼儿园 办到关门 家长失声 好错愕 记者张新杰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